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以前出国的时候都可以吃到就是那么好吃的料理 我觉得应该是场景不一样吧 应该口味上面会差不多啦 对 是场景上面然后感受不不同这样子 民众月月日式总共推出六款餐点 都是过去头等舱限定 但边境还没解封 过去一天可卖五万份的飞机餐 最产时候不到五百份足足差了一百倍 这次呢我们在出估了所有的这个营收跟成本之后呢 我们预计跟家乐福的合作在每个月 大概可以驿注我们的营收 大概是新台币三百万元 另一家国籍航空空厨也抢超商百亿冷冻商机 找不了牛肉面这位 把疫情冲击吃不到的商务舱指标美食 摆进超商冷冻库限时贩售 那我们也瞄准了类出国商机 加上果人其实蛮喜欢吃牛肉面这样子的产品 推出商务舱才可以吃得到的牛肉面 那消费者其实只要在家简单附热就可以马上享用 甚至办请营队赚钱从空服体验营到直级空厨基地 航空业者想尽办法补贴营收 再次我可想的一听太多道